现在啊 龙虫偷见太厉害了 用一个口罩啊 可以偷偷见 那这次是怎么做的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用口罩啊 也可以偷见吗 我也是第一次请说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表呢 它接了四根线 两根进线 两根出线 我们如果多接上这根线 就发现啊 它是不对的 那用这个口罩怎么偷 把这个口罩啊 说是只要挂在这个电表上 电表就会转得慢 那他们啊 做的方法是这样做的 把这个口罩呢 首先它这家 大家看 我们戴在嘴上的时候呢 这里呢 有个握口 把这个握口呢 我们简单的来处理一下 不管是哪种口罩 都是可以的 这种口罩呢 都可以 首先他把这个呢 简单的做了一些处理 把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取出来了 那这个口罩呢 还可以戴 然后呢 找了一个大货机 好 到底 有这段 金属露出来了 然后这段呢 也试用同样的方法 大家看 也是有金属露出来 把这个呢 它这样 折一下 这个有些是 铁 有些是铝 好了 中间这部分呢 留下来 然后 它把这个线呢 插在啊 这两个线之间 火线镜和火线处里面 它是直接呢 这样插进去的 到这个线 这样呢 进线和出线呢 它就形成了短路 当我们家里运件的时候 把这个插上 那 这个电表呢 就会转得慢 运完电之后呢 把这个拔了 但是啊 这个呢 只能带动啊 小部分的一些电流 如果 加价 运件工具比较大 这个日马 就会被烧断了 烧坏了 所以啊 不自讨大家 都要运 如果日带被抓到 那 后果非常的严重 这个呢 也是啊 比较危险的 我们刚插上 运件量 特别大的时候呢 那 这样就会 喷在这下 把这个呢 刷断了 大家呢 千万不要有 这样的想法 也不要这样去学识啊 我们斗决啊 这样的做法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 大家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